大家好,我是Den 这几天,演员Pio Nusso 机场过度保护争议变得越来越大了 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一回事 7月12号,透过参加国Tube 获得很高人气的演员Pio Nusso 为参加海外个人粉丝见面会来到仁川机场 根据媒体报道,当天出现了三个争议 第一个是封锁登机口10分钟 当时一位保镖对记者们说 等一下Pio Nusso到达后将会封锁登机口 封锁时间为10分钟 记者们也不能进入 第二个争议是检查机票 当时在机场的网友表示 在Pio Nusso所使用的二楼贵宾是首扶提前 保镖们要求路人们出使机票才能上楼 这让他感到很不愉快 来过仁川机场的人应该知道 因为免税店商品提取的地方也在二楼 所以保佑们的这些行为让很多人都感到不舒服了 对此保安公司的代表解释 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决定或行动 而是与机场警备店一起进行的 当Pio Nusso结束入境手续后 粉丝们 机场员工 免税店员工们都蜂拥而至 大家都跟着他上了手扶提 我们判断需要一次整理 所以进行了封锁 但是在7月15号 仁川国际机场公司对媒体表示 Pio Nusso出国时 私人保安公司在贵宾室检查机票等行为 并未与机场警备队协商过 机场警备队也没有权利随意检查乘客的身份证或机票 不明白为什么保安公司会这样解释 最后第三个争议是 有保镖在机场乡路人使用闪光灯 对此保安公司代表道歉 这是保安人员明显的错误和不当行为 接着在7月15号 航国国家人权委员会表示已收到对演员Pio Nusso过度保护的投诉 并将展开调查 当天Pio Nusso的所属公司也发声明表示 对于12号在仁川机场执行演员Pio Nusso的保护工作过程中 给机场乘客们带来的不便 我们深表歉意 本公司在发现保镖向机场乘客使用闪光灯后 以请求停止这种行为 我们对所有保护过程中的不愉快事件 感到道义上的责任 然后在7月16号仁川机场警察署表示 是否涉嫌业务妨碍强迫和暴力罪等嫌疑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是胡闹 都是一样的乘客搞得像这机场是他们家的一样 就算是从能名榜 Template Pink也不会这么夸张的 不就是为了要被拍到赞助的商品才公开出国的吗 然后又要封锁灯机口使用闪光灯检查机票 这到底想要干嘛 那么为了安全着想就不要接受赞助 非公开出国就好了 趁这个机会应该要制止那些艺人们搞得像贵族一样的行为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你们感兴趣 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对你们百依百顺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我截取了没有控制的那天的影片 光看影片就觉得会出事 虽然保护过度是事实 但也是有原因的 过度保护确实是错误的 但这也可能是公司安保安公司商量好的 演员自己可能并不知道 所以希望不要上升到演员 老实说我不想批评演员 这应该不是演员之实的 更可能是经纪公司的要求 或者保安公司为了工作效率而做出的决定 但是保安方面的问题一直不断出现 为什么总是发生这种事情呢 对于皮鲁索机场过度保护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乔努和从刚的差异 一位网友表示 乔努是帅气的天使感觉 从刚则是帅气的恶魔感觉 所以对于乔努是帅气的天使感觉 从刚是帅气的恶魔感觉 天Q是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摄影机太靠近 而慌张的女精死汉妮 对于乔劳的人 天柳江博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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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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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